像中间的这个落点呢 如果是长期配队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习惯 是谁来打这个点 大面队各分10比5 现在看出来大面队的进攻的优势 把握得非常好 所以中华台北应该找到一个方法 不要起球啊 有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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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男子双打比赛 由来自波兰的 到这个突破口 怎么样尽量地调动对方 少起球 下准备 Umpire 中华 中华 第三次招向 從中國 開! 開! 三次招牌 十二十八 郭文貴議員 去一看去系列 顶着 145 好球 经过了中场的教练指点球 它的拍子好像打斷了 不知道是不是 现在拉得太紧会 之前已经有这个裂痕了 因为好像只是一个空灰盘 不太可能就把这个 球盘框转了 推断了 好 又想偷袭一个后场 自己失误了 中华人的优势 就是这些动作更细腻 然后步法运动比较快 他们要坚持自己的打法 好 陈宏林这个选手 看起来非常斯文 不太像 其他运动的脸 是那么多的杀起 好 好 球这个连去的党 一直往下压压压 最后直接往前撑 成功 拿着招 2 3 4 14 5 刚才这个是判了发球尾利 好像他的这个拿球的球拍的位置确实比较高 因为球拍的上框是不能超过腰的 今天这应该是第三个发后场的球 被丹麦队的尼尔森打死 因为有的运动员可能他这一点的发球队对其他的选手来说可能隐蔽性比较强 但是他要充满考虑到队上的身高尼尔森和比特森这两个人 身高却实际上很大优势 一位的还坚持发落场 没有效果 现在看起来陈亨森和陈文心打的还是相对有些被动一直在防守 而且回的球后场都不太到位 所以都被尼尔森半场直接给杀死了 添测 побед了 敲打敲打球 敲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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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宏林刚才一个杀球的直接得分 我觉得场面上应该多出现点这样的情况 所以可能台北队还是中华台北才会有机会 如果只是一位防守这样的话 比赛输球就不可避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14 14 寂寞 本来是尼尔森想用一个重复点来骗台北队的,结果呢,被陈文欣一个调球直接打到了,一个打的追身。 这几个发生失误,陈文欣在这局比赛当中,我觉得他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这几个发生失误,陈文欣在这局比赛当中,在这局比赛当中,许文欣在这局比赛当中,许文欣在这局比赛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